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SKY 大家的心聲我都看見了 看來大家的生活真的是過得非常緊繃 非常需要放鬆 好啦那今天會跟大家講解 按摩放鬆的五大重點 第一為什麼要做按摩放鬆 第二按摩放鬆的原理 第三如何正確的按摩放鬆痠痛部位 第四按摩器材的使用方式 第五常見的錯誤按摩方式 我們都知道當重訓過後肌肉會產生細微的創傷 留下八痕組織及小的節點 這些小節點又稱為肌痛點 而這些肌痛點會影響阻礙我們往後的訓練表現 我們想像一下肌肉就像這條橡皮筋一樣 那肌痛點就像橡皮筋上面的這個結 而按摩放鬆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我們解開這個橡皮筋上面的結 那為什麼按摩放鬆能有效的幫助我們解開這個結呢 它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當我們在按壓緊繃痠痛的肌肉組織時 我們的人體一種叫高耳肌腱器的機械式受器 會告訴我們的大腦 有股壓力症施加在我們的肌肉上 當我們的大腦接收到這個訊息之後就會放鬆該肌肉 算是人體的一種保護機制以預防肌肉撕裂 那按摩器材有非常多種 像是泡明滾筒 卵絲棒球 花生球 各種滾輪以及按摩槍等等的 那其中我們健身房最常使用 也最愛用的就是泡明滾筒跟按摩槍 那其實這些器材的原理都大多小異 今天我主要會用泡明滾筒跟按摩槍來做示範 當我們找到肌肉組織痠痛點的時候 不要直接去按壓那個點 我們應該由靠近該肌痛點的周圍肌肉組織 緩慢施壓至該肌痛點 停留並且持續在該點進行施壓 嘗試放鬆該肌肉 在按壓的同時 我們必須讓身體踩完全放鬆狀態 並緩慢且深沉的呼吸 平靜我們的神經系統 大約停留15秒左右 再緩慢的順著激素分布移開 振動槍是最方便快速的按摩放鬆工具 它能讓我們快速的針對該肌痛點去做按壓放鬆 如果你是使用泡明滾筒 我們可以透過轉移身體的重量 來控制酸痛的程度 達到放鬆的效果 每個肌群大約花費30到60秒的時間 時間長度取決於肌肉品質及軟組織的緊張程度 當我們對於軟的器材比較能忍耐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更硬的材質及較小的工具 例如網球、軟式棒球或花生球 來處理更深層的肌痛點 我們人體的肌肉組織分布是有它排列的方向 所以當我們在做按摩放鬆的時候 必須順著我們激素的位置、激素的方向來做按摩 舉例來說 可能當你前一天練完腿 隔一天腿部肌肉痠痛 可能連走的路都會痛的時候 這一天你想要按摩放鬆 首先我們得放鬆腿部的肌肉 然後找出激素的分布位置 好,假設你骨四頭今天非常的痠痛 然後它可能... 我舉例啦 它...肌痛點在這個位置 好,延伸出去 假設你骨四頭非常的痠痛 然後你找到它的肌痛點 怎麼找肌痛點就是... 你去按壓 那最痛的那個點 就是我們的肌痛點 當我們想要開始按摩放鬆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不要... 切記不要直接去按壓肌痛點 我們必須順著激素的方向 從周圍慢慢慢慢的按到肌痛點之後 稍微停住 停住大約10到15秒左右 然後再慢慢的劃開 順著激素劃開 好,我現在示範一次 第一次 以此類推其他部位也是一樣 順著激素找到肌痛點 停留15秒左右再移開 完成整個肌群放鬆 震動幅度可以做調整 來應對該部位的痠痛程度 如果該肌痛點過於深層 也可以替換槍頭來做使用 最後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常見的按摩放鬆錯誤 第一,不要直接按壓肌痛點 我們應該由附近開始放鬆再移至肌痛點 第二,同一個肌痛點按壓時間不宜過長 大約15到20秒即可 如果在同一個點停留太久 可能會造成神經或是卵組織的損壞 後期要花更久的時間回復 第三,還未放鬆肌痛點就做拉筋的動作 我們的肌肉就像橡皮筋一樣 那肌痛點就像橡皮筋上面的結 如果你還沒有把結解開就去做拉筋的動作 只會讓結更加緊繃 所以正確的順序應該是先按摩放鬆解開結後 再做拉筋伸展 第四,按摩同時請注意脊椎位置 舉例來說 當我們在使用滾筒按壓踏進術時 身體會呈現側棒式 按壓大腿前側時身體會呈現棒式 所以你不注意姿勢可能會扭曲脊椎造成傷害 也不要刻意使用滾筒按壓下背部 因為上背有肩胛骨及肌肉在保護脊柱 你可以使用滾筒來按壓上背 一旦你觸及到肋骨的終端 也就是胸腰椎交界處就應該停止 如果你想要按壓下背豎脊肌肌 個人非常推薦使用振動按摩槍 第五,按壓移動太快 大腦需要足夠的時間接受訊息來放鬆該肌群 所以當你在按壓放鬆時應該緩慢進行 讓淺層的筋膜及肌肉有足夠的時間來適應 這支按摩槍是台灣自己研發製作的Hilbo按摩槍 目前已經用了好幾週了 每天都會有非常多的教練用它來幫學員做按摩放鬆 到目前為止都非常的堅固 沒有任何一點的損壞 那就是使用的時候音量大了點 而且它有六段變數 可以直接在進行中調整震動頻率 讓大家可以一槍多用 那該依它有防水嗎? 沒有 但是基本的汗水是不成問題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震動按摩槍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目前台灣好像只有45支而已 雖然不是很多 所以建議健身房或是朋友們可以一起購買使用 購買時可以輸入折扣碼 讓該依幫大家打個折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家蓋 下次見 掰掰